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大家都見到我們今集的嘉賓是羅家春博士 博士 你好 我們今天就想探討一下地緣政治局勢 對經濟的影響 大家知道美聯儲加西抗通脹就好不手軟 就令到多個國家都發起了一個貨幣 和自己經濟的保衛戰 但現在見到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個戰爭 隨著哈里米亞大橋被炸之後似乎都在升級 俄羅斯現在都承認了它有遠程的導彈 去光炸烏克蘭 包括基輔 德國的駐烏克蘭的連貫都被撥卡 其實可能大家都在關心這場戰爭 對這個世界局勢帶來的影響和經濟的影響 博士 你怎麼看呢 其實就那些影響都知道的了 就是有的那些影響也都出了例 因為你看到它都是 大家是按之前的那個模式去互詐對方 雖然手段可能有些難怪的 但是就是那個規模沒見到明顯的升級 還有國際那些市場價格 比如說能源價格那些 那不見得很大反應 所以就是其實如果對市場的影響都不大的話 那你對經濟的影響應該就更加小的 因為已經這麼多個月 有很多譬如說要避開這個戰爭 或者是無論是這個航運 航道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貿易等等 那些其實都已經是很多都已經分散了 就是你知道那裡是有事的 那譬如說要拿它的資源就轉到別的地方 或者要靠它也都是轉到別的來源 那其實真的不是很覺得現在 就是它繼續延續的戰爭會帶來多少額外的影響 我應該就看不到它很大 虎堅都發誓了 如果再被襲擊它就會嚴厲的反擊 它曾經都說它會利用核武 其實西方國家如果一個擔心的 它可能未必是核武那麼簡單 它可能還有核動力的超級魚雷 它這個如果媒體報導的威力強大 逐於摧毀整個美國 似乎現在都有些信息 它可能已經是背了什麼海上市 其實這個超級的末日的武器 你要怎麼看呢 其實俄羅斯它在這場戰爭中 它會不會真的做到最後西南那個 首先它這樣講的 如果你真的有東西動美國的話 美國早就看到了 情報收集到了 這麼多工具攔截 你現在這個年代打科技戰 不是說你有核武就可以推出來亂射通的 就是你都要靠一些導航去帶那件武器過去 去炸人家 但是你以現在俄羅斯它擁有的科技 就是首先克里米亞那時候已經被人封殺了這麼多年 就是我不覺得它可以這麼容易去搞得定美國 就是你走近一點都難了 不要說射個核彈過去 就是人家一定會難你的 第二就是你看它打烏克蘭那麼久 打來打去打那些很多打到烏冬那裡 就是說真的如果你搞得定的 他們整個核彈過去先做不了這件事 做不了這件事的時候其實 現在再說你出一個 所謂最後武器這個是 我想它傾向是保留拿來作一個恐嚇 多一個說真的出 因為如果你真的出的話 人家真的有辦法攔截到你 如果真的攔截到你的話 那樣子就醜了 是吧 你殺手拳原來都是這樣的 被人穿了底牌 其實我想它有些事情是它自己知道的事 所以實際上現在拿來靠客多一些 暫時是說 特斯納的那個CEO馬斯克曾經都說過 這兩天說過言論都挺惹火的 他就說建議會可能會永遠放棄 他們是2014年遭到吞辯的克里米亞 他直接交給俄羅斯 就是覺得是求和的 他覺得是不是這樣都可以 令到這個戰爭 說成一個句號 或者是怎樣呢 就是有一個和平的信號出到來呢 這個首富 我想它現在越來越多錢 是由大陸那邊賺回來 俄羅斯我不知道有沒有 變成它看錢份上之下 什麼都說得出了 你看它之前說收購推特那件事 搞得這麼難看 就是你堂堂的首富 就是有些東西那個變節 或者被人看到的人格是這樣的 這些其實就很肉酸 那它也都在這個領域上 我相信它沒有說的 就是它說一下而已 但是誰會聽它說而已 就是難道美我 兩邊的領導真的採它就不會了 那所以它說還它說 但是說完之後 大家都看了電視 聽完之後 那個心就想 就是究竟那個動機是什麼呢 是不是 既然你說了一件事出來 就是一個意見表達 還是說其實大家會猜測 究竟你其實背後都還有一些東西的 一不然你就可能是 好像收購那件事那樣 暢動別人的股價 接著就是在這裡上下其手 如果不是的 就可能是根本是一種政治表態 就是如果你知道一個人格是這樣的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需要再討論 究竟它說話的那個背後意義是什麼 這個戰爭最後的發展會不會導致 白玉其他國家都直接參與這場戰爭 我想暫時不會住 因為俄羅斯都很克制的 它雖然普京擺出來的款式 可以亂來 就是也都企圖是這樣的 但是 到現在打了這麼多個月 它都是打來打去 都很困難 它不敢踩入北約半部 就是你真的踩進去的話 別人真的動你的 不是開玩笑 所以如果它既然都很清楚的遊戲規則 就是你打很困難就打很困難 你怎麼打呢 但是問題就是你不可以踩在別人那邊 那個規則它知道的 它也在遵守著 所以它一路遵守這個規則的時候 我又看不到北約有暫時有藉口 或者有理由去動它 嗯 現在看看一些經濟數據 是我今天看到 歐洲三大股市有連跌 美國要四年跌 油價又跌 大陸的上陣指數又五個月 失守三千點 再到失守三千點 香港恒生指數反彈千點之後又跌到五百 又反跌五百點 就是現在這些經濟的因素感覺都是挺負面的 所以我剛剛就問博士 是不是現在近來受到這個俄羅斯和華蘭的戰爭的影響呢 如果不是 不是 我認為不是 就是你現在那個跌市 俄羅斯戰爭其實最打得 就是叫做輕合合就是半年前 三月那時候 二三月那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跌的話那時候跌了 你沒理由的 市等半年才突然醒來 俄羅斯戰爭這件事 所以現在的跌市不是那樣東西 現在的跌市其實是反映著 就是往後將會發生的衰退 那個衰退也都不是很直接跟俄烏有什麼關係 說真的 就是你之前捕得這麼厲害 接著現在要收稅 收稅的話那自然就 就是突然間加這麼多息 那個衰退都是會發生的 所以其實不是跟俄烏戰爭這麼大的關係 是啊 這個衰退也我想 博士幫我們解讀一下 究竟這個衰退 其實你在我們這個節目中多次講過的 可不可以講一講具體一點點的 準確的說它那時候去發生 發生的現象究竟是怎樣的呢 可能我們觀眾朋友也未必知道 究竟衰退是什麼回事 對它們有什麼影響 有些分析 比如這些大的銀行員 它現在那個表態就是說 歐洲已經衰退 美國就六至九個月內 但是歐洲是不是真的現在衰出來呢 這個都很難說的 就是其實你剛剛是有一堆那些實質的數字 是輕微地由擴張變成收縮 這個是的 比如說你看PMI或者零售那些五數字 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衰退其實不是說一收縮就馬上衰退 你都在說普遍的產值都要有兩季 持續兩季的收縮 就是兩季的半年 你現在歐洲是不是衰到會連續縮半年呢 我不敢說 就是起碼那個知識曲線現在還斜向上 你斜向上的大前提之下 我又沒有看到那個衰退這麼迫在眉睫 還有一件事你記住 歐洲其實是還沒有加很多息的 暫時來說是加了好像兩三口那一隻 就是現在歐洲不是特別高息的 就是它那個即時在息口威脅之下 帶來那個震盪應該就不是那麼大 那你歐洲之前一直那個 那個就是寬鬆的政策 捕出來的那些實質的效果 其實都是有的 我的分析是有的 就是過去那個通脹上升 那其實換回來的就是失業率下跌 那你見到歐元區的失業率其實都是相對來說 現在就低的 那所以還沒看到周期上那個歐洲是 這麼確認 這麼牙齒作作 言之作為說那個衰退已經發生了 那至於美國其實就似乎還遠一點 因為你看譬如說最新出的那些職位的數字 失業率的數字其實都還很強勁 那所以美國其實那個底子其實挺硬 你當然如果這麼急加息 有些位置它是會不太妥 譬如說樓市或者是一些投資相關的東西 那你那些息口敏感的 那但是同步的指標 譬如說GDP普遍的消費等等那些 其實還沒看到很大的問題都暫時 有沒有可能說進入衰退的 究竟是哪一個國家地區先走呢 現在有沒有這些指標可以說觀察得到 香港可能是開始說不定 因為你看到香港上半年已經在縮緊了 那初初那些才爺是以為下半年會確張 但是現在看來都不是很... 就是上半年已經在縮緊的時候 就是已經是... 就是定義上可以說是衰退的了 那真的有些怕那個情況是延續到下半年或明年 因為說著外衛那個... 那個向下的拉力都挺明顯的 但是人家的底子厚 就是你說著譬如說歐美那些之前滾過籠 它真的滾到實體上 但是人家滾的時候 很壞不壞你搞什麼lock down 一大堆東西 就是現在雖然說你好像放回手 但是實際上觀察到都很多 你現在放太遲了 你放都沒有用 很多都頂不上就死了 就是一撿了 噴臨撿了那隻 所以其實反而你不要說看得很遠 反而自己那邊就真的挺不妥的 現在見到有些信息說美聯儲可能會加5厘 才可以能夠見點 通脹那個加到5厘 不是加多5厘 才令到那個通脹回到2%的水平 你以為現在開始加到5厘 就是3厘多加到8厘 是的 我現在見到市場 就是有一個新聞在說 原本說可能加少於1厘 不過摩根士丹利就說 那個亞洲區前主席羅皮股 你拿來增加於5厘才可以見點 那你加到5厘見頂就不是現在加到5厘 你現在加到5厘就8厘多了 你如果加到5厘見頂就只是加多1厘 加多1厘都是市場的看法 就是市場你如果檢查你的期貨 現在在說4厘半至5厘之間 我記憶中好像4.6厘那一頭 那其實它說的都是大致上來的期貨 或者市場在看的看法而已 我多想報室幫我們提示一下 或者你說香港或者是比較快的 還有一個衰退期 那麼我們香港這邊的 就是經濟狀況會是怎樣的 投資者民眾其實有什麼預防的措施呢 沒有什麼可以預防的 你最多就不要傷痕 就是錢多了 想著衝藥入市 就是可能階段性會見底也不頂 有些反彈 但是就是其實如果在衰退剛剛開始的 或者泥雨未來到之間的時候 那個跌市應該就沒止於這麼快結束 就算你說摸到紅腳 摸到相當便宜的位置 但是它有沒有表現升得很高 這個都不敢說 那麼至於你說經濟方面 說真的有沒有生意 焚工穩不穩陣 這些又不是你自己控制到的 那麼這個都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給到你的了 就是我想洋人物保守一點就是這樣 那大家最重要是保住自己的荷波先 就摸亂去投資是不是 波士 就要不要緊 就要不要緊 就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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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要緊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的